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图就是一个妈妈躺在床上 然后一直滑手机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男生 应该是老公啦 就说 你不是很累吗 为什么还不睡觉呢 然后底下呢 王老师就出来说 你不懂啊 妈熬的不是夜 熬的是自由啊 大家应该非常有感 后来我转发这个文之后 我那边那个妈妈们 大家就雨后春春不是家一儿 也是家一亿那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 我个人就这样 每天忙忙忙到半夜的时候 躺在床上就开始滑手机 然后我老公每次一句话 踩中我的地雷就是 你不是很累吗 你为什么不去睡觉 还在那边滑手机 我就很想告诉他说 那是因为你回家之后 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滑手机的时间 老娘我都在做冬 做起煮饭 打扫 洗衣服 晒衣服 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半夜凌晨一两点 我才有时间做我自己的事 所以我要滑手机 对对对 还有骂小孩 骂小孩就是从早到晚 所以我们想讲的就是 妈妈也要上班 对不对 妈妈又要工作 又要顾家里 那还要家里面 不是只有五宝 像五宝妈 你家应该六宝 还有一个老公也算一宝 我们每天有做这么多事 我们也要上班 我们回家也很想 跟所有的老公一样说 我需要放空 所以我要滑一下手机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天这一集 我们就是开放 给所有的妈妈们上来讨论 那今天为了避免 只有一位男性来宾在现场 会成为被大家这个 攻击的对象 所以今天的来宾全部都是妈妈们 我先来介绍第一位是 真的很忙碌的妈咪五宝妈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接下来要来介绍是 烦恼妈咪妹 嗨 还要来介绍是知名部落客妞妈 欢迎你 大家好 好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 赶快把握接下来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而且要分享 赶快上一期 今天分享云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 尤其要take你老公看一下 让他知道一下 你有多么的美丧 好 来 进入主题 我们刚刚讲 其实妈妈真的是 全世界最忙碌的角色 因为不管是全职妈咪 我觉得全职妈妈也很崩溃 真的 就24小时跟 我过年的时候24小时 我两个礼拜24小时 跟我小孩黏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我快要崩溃了 然后我的保姆还不回来 还在南部放假 你知道吗 后来等到我把那个保姆 送去的那一天 我真的觉得我喘了一大口气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 尤其是爸爸 你们很难想像 到底妈妈一天可以忙多少事 从早上开始 起床之后要忙的事情是什么 没错 从早上开始 因为老公一定都是最晚起床的 都是我先把小孩子的东西 例如说早餐 然后帮小孩穿好衣服 学用品都弄好 才叫他起床 带小孩去上学 但是这个是讲好的 他就说 如果你交给我用的话 那就会哩哩哩哩哩 他就用这句话威胁我 真的啦 就是我们也会看不下去 最后就觉得自己出来 那就是我们要手持更多餐具 对 所以我们就用好 然后再给他们接去上学这样 所以其实像你是五个小孩 像我的话 因为我是两个小孩嘛 那早上我一定会起来做早餐 给我女儿吃 然后送他去搭校车 小的话就是要拼拼弄一弄 然后送保姆家 大概都是我一个人 可是我不知道五个小孩 你要怎么做 你五个小孩你怎么分配 五个小孩就一样 他们因为你叫一个起 其他就会跟着起 因为听到声音就跟着起 那我就要开始做早餐 然后我就要一边做早餐 一边喊说 快一点去刷牙洗脸 去上厕所去换衣服 然后做完早餐出来看见 全部就是还很迷茫的眼神 然后就坐在餐厅等我 就都没做 然后做完早餐 又是赶快把他们送到厕所去刷牙 然后把他们换好衣服 然后再把他们每一个 安坐在他们的位置上 安坐在位置上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 小佛爷们 他们就开始在吃饭 祭祖的概念 他们都是我的小佛爷 有五尊小佛爷在那边 我觉得你们家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扩音器 就早上起床就是 起床了 大宝二宝 你们去哪里 三宝二宝 小的应该是要用这种方式 可能会比较有用 因为小孩子早上那个脑袋跟耳朵 感觉是没有打开的 对 像妹也是早上起来 就是开始在工作之前 其实就非常忙 对不对 一般我们说男人都是工作开始 他觉得他很忙 但其实我们在工作之前 就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事情要忙 我的闹钟是从6点40开始响 然后每五个 五分钟都要调一声 都定过头 然后我就会叫我女儿起来 然后起来弄完 因为我女儿的学区 不在我们住的地方 所以我这样开车来回要40分钟 哇 好兇 因为我住新北市 然后我女儿的学区在台北市 然后我送他去学校之后呢 我要开车到学校附近的传统市场买菜 然后买完菜再开回家 对 开回家之后 我大概可能吃一下早餐之后 我要开始准备他们的便当 因为我女儿学校的 就是学校 我没有让他们吃学校的营养物 所以你每天送便当 我每天送便当 再来回40分钟吗 对 Oh my god 我们这位妈妈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给她 基本上我真的觉得 每天把小孩送中午便当的妈妈 是很厉害的 尤其又不是在家旁边 不是 然后重点是我 所以我每天都会 要开始煮饭的时候 我又开直播 教大家做便当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妈妈 也很想要学 然后做完之后 我就会赶时间 说现在几点了 然后问大家 大家说已经40分 你要来不及了 好急 我改了 然后又拿了便当 然后又开车 就又冲去送 送完 有时候 我还要去工作 对 然后工作 如果还有通告的话 对 就是来回 我每天就是 学校就是两趟 那送的话 接小孩的话就不用了 对不对 也要接 所以你一天要去 你一天要出门接送 为了孩子接送 是来回六趟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大家不要再想 其实接送小孩这件事情 大家觉得就开开车而已 其实压力很大 我不是只有开车 我还有别的工作 对 我还有录影 然后我还要打扫干嘛 那个很难搭时间 对 那每个都要瞧好好的 所以我的厌世脸 不是这样来的 我们厌世脸 还不知道被你们害了 真的很厌世 对 那牛妈也是 牛妈其实 这就是有很多 其实现在有很多 我觉得有很多妈妈 都是因为这样 所以辞去了原本的工作 想说我们可以做一个 SOLHO族 这样比较能够兼顾家庭 跟自己的工作 但其实 会不会觉得 比以前还忙的感觉 对吗 其实我以前是开安清班的 对 我就是为了要自己带小孩 所以开安清班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开安清班 真的没有办法 自己兼顾小孩 所以后来就没有开了 反而走 对啊 另外一个 安清班很好 因为安清班就请老师 而且请老师 教自己的小孩就好了 可是请老师没有那么容易 你要请到对的老师 教到对的孩子 这还蛮重要的 所以后来全部我就自己带 才发现没有办法 兼顾自己教育到自己的孩子 那像现在自己带的孩子 我觉得 真的是很辛苦 对啊 就是我们大概是每天 六点半起床 然后起床之后 六点半到七点 其实我就做早餐的时间 那七点开始 再把全家挖起来 包含我老公 对啊 那这个时候 其实最高兴的是 把我老公挖起来之后 其他的剩余工作 就交给我老公 你老公真是好命 真的 我老公会叫他们 帮他配好衣服 穿好衣服 难怪他没有厌室脸 对 然后七点到七点半 然后老公会催促小孩去吃早餐 对 然后吃完早餐 他就全部送去学校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自己 开始工作和整理家务的时间 你知道我最受不了的就是 老公起来 好不容易起来之后 我就会开始 我的袜子在哪里 我的什么裤子在哪里 我觉得那个外套挂在哪里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人 一个头八个大 就是还要弄两个小孩 你还加进来 我就会觉得 你到底有没有点用处 在家里面 所以真的就是早上起来 其实是我觉得一早起来 大家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 但是对于职业妈妈来说 一天早上起来那段时间 是最遭遇的时候 只有录一个字 真的只有录一个字可以形容 而且其实不是把孩子 送出门之后就没事 因为小孩的接送问题 往往会成为夫妻之间 爆炸的那个导火线 会不会这样子 会 会是导火线 但你还好对不对 因为你是老公送 可是问题是 那是要他也有 就是我应该是说 他也有配合上我的节奏 我没有配合上的话 你知道小孩子还是会迟到 为什么 就是因为老公拖拖拉 跟着一起拖拖拉 你知道我早上起来 他们大概都是六点多起来 我大概五点半 我是五点半开始压 因为我要煮五个人的早餐 我的量会有点多 我从五点半就开始压 最晚一定要五点四十五分起床 五个 一直要煮五个人半 感觉每天都在过年 我刚刚刚就在过年 围炉 会开自助餐店的 真的 真的 我早上就要煮这很多样 因为你要赢小孩的食欲 要煮很多样什么 然后我不是说我小孩都是要 我一直去催促干嘛 有时候我就会叫我老公一起下来 那我就要从可能六点 我做完早餐六点 我就要从六点开始一直喊我老公 老公要是我喊到七点还不起床 那一定就来不及 因为我后面帮小孩弄好之后 你老公我到现在还活着啊 你老公我到现在还活着啊 才说还好 如果他如果出现在我家 我现在应该 我想捏死他 不是每一次没跟上节奏 我都想捏死他 我七点叫了一个小时 叫到七点 就最后小孩子 都有时候还会到八点才到学校 这样很不OK 还要捏捏捏不死人 踹死吗 他只会淤青而已 刚刚其实妹讲到说 你要订很多闹钟 因为怕自己睡过头对不对 可是我这会跟我们家的老公讲 你拜托不要订闹钟 因为你订闹钟 永远都是叫醒我而已 对 真的 我老公就是这样 所以然后现在加上我女儿 最近开始写 然后自己用闹钟叫起来 一样 早上有两个人设了八个闹钟 都是叫我而已 没有 重点是 我们不要再做这件事了 手机在旁边闹钟响的 他是用脚踢你 叫你起来吗 对 叫我起来 原来闹钟本来就是设给你的 就是设给我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真的很多事 希望说爸爸能够分摊一点 但是感觉家里面的事 爸爸实在是没有办法分摊多少 所以送小孩这件事 感觉开车嘛 开车不就是男人 必备的技能之一对不对 所以妞妈你就是老公送嘛 对 对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老公送 但是他现在开始其实 就是会有出差 大概一个月会出差一次 那出差的时间就是 我自己送小孩到学校 我就会全部 其实我们家比较军事管理 对 就是全部一起叫起来 然后也会提早30分钟起来 你们家有几个小朋友 我们有三个小孩 你都送老公送 你们不会开车是不是 我不会开车 我先生会开 我告诉你们两个 千万不要学 真的 我真的不想学 我以我这样子走过来的身份 跟你们经验 跟你们讲 我以前是不会开车的 真的吗 就必须要叫我老公送 我老公说 我们现在搬到 就是半三腰了 你要不要学开车 因为以后他就想 他说你以后工作的时候 比较方便 会比较方便 我想说也对 好了 驾照一拿起来 我跟你讲 13号星期五 就奇怪早上 我好累 你去送一下嘛 顺便训练一下啊 就后来几乎 几乎都变你看 对 整个上钩位 但是我后来用我自己的 配帐 让我老公就是有来帮忙 对 所以 这可能要另外开一集 针对于老公的抱怨 可能要应该开十集 才能讨论完 每一个主题都能抱怨老公 对 都可以抱怨到 但是其实对于职业妈妈来说 我刚刚就说一日之细在于 晨长起来最暴怒 可是暴怒完 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 另外一个挑战开始 就是要去上班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 把职业妈妈这个事情 拿出来讲 是因为我们去上班 也不是完全就是成为一个员工 或是成为自己 因为在上班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 我自己最怕 以前在播新闻的时候 我最怕就是看到LINE 或是看到简讯是 或是看到电话是 学校打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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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打来就代表有事 有事 对 对 这真的很恐怖 那有没有曾经在职场上 就过去还在职场上的时候 因为这一点 比如说突然间要去接小孩 或是突然间怎么样 没有办法遮掩自己的工作 或是没有办法加班 而造成同事不谅解 有吗 一定有 我觉得这个在很多职业妈妈上 一定会遇到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遇到就是 小孩 我小孩多 那他们一生病的时候 可能又不是同一天生病 有 礼拜一到礼拜五 就大保重玩换二 对 他们会互相努 留意着穿 所以我一个礼拜有一次就是 同一个礼拜我请到两次假 因为带不同小孩去看医生 那我们请假一定会找一个 职务代理人帮忙 就我隔一个礼拜以后 就听到别的同事来跟我说 你知道你的职务代理人说 你的家世这么多 为什么不干脆在家里就好 还出来上班干嘛 因为麻烦到人家 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职务代理人也是一个妈妈 只是她的小孩已经长大过了 那我的小孩还小 对 那我就觉得有点难过 就是怎么会没有办法 就觉得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对不对 就大家都有孩子 不过有一些女主管 真的没有孩子的时候 碰到这种你就会觉得特别的 很难很难沟通 就祝她肯命百岁 她也没有办法想想 好可怕 不只是厌世脸 整个人的想法都很厌世 我也没有骂她 我祝她肯命百岁 那妹呢 你呢 你在工作跟家庭上面的冲突 因为小孩现在比较大了 所以再加上中 像我老公只要一接戏 我就是完全全 就是小孩都要我带 真的 那我中午要帮小孩做便当 然后我七点半又要去接 去安静班接小孩 所以我能接通告的时间 就是十二点半开始 到晚上的七点最后 就录完是七点 那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小孩还小 然后我老公如果没有拍戏的话 时间我是可以录到 半夜我都可以去录的 然后可是就是因为变成这样 然后有很多工作我就不接 我就不接 然后我就有被制作人问 问我们公司说 我是不是有大头症 怎么会推掉 对 就说怎么 有工作给她接 然后她还不接还推掉 说我七点以后不接 不好意思 她说 因为我们公司会说 不好意思 七点以后就没办法接工作了 那以前就是我们很缺钱 就都接 可是因为我们小孩要上课了 以前小孩很小的时候 我是都带着去录影的 那因为现在小孩要上学了 我都要以小孩的科业为主 然后就经纪人也会打来就说 有钱你为什么不赚呢 然后我就会一直很挣扎 因为我也很想要赚钱 对 我也不想要得罪制作单位 然后有时候就是 有几次真的是 可能推了两三次了 要嘛就是请她们 就是把时间 有没有办法把场次往后挪一点 或是往前挪 然后真的是推了几次 我自己会不好意思 我就会跟我女儿讲说 不好意思 你今天可不可以吃学校的 那个阴阳午餐 我女儿就会哭 然后反正就是 有时候可能录影 就是硬要 没办法还是要接 然后可能录到八点 八点按起来 老师已经下班了 然后我去接我女儿的时候 我女儿是站在那个 就是大厅 然后两个 就是老师已经都走了 就剩柜台小姐 你知道心里有 有啊 我女儿常跟我说 她永远都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离开 对 因为我没有办法抓时间 有的时候 没办法抓时间 就是会抵达 然后我就会觉得 对我女儿很不好意思 可是你知道那个拉扯 就是跟经纪人们想说 你赚一下啦 这很快啊 然后什么的 我都会很想赚啊 因为每赚一分一毫 我就可以带我女儿出去玩 我干嘛 好悲催啊 对啊 制作单位 你们体谅她一下啦 你看上我们就会 不是大猴子 我只是厌尸的脸 对啊 心肠很好的 像牛妈其实可以分享的 就又从不同的角度 对不对 因为你们自己以前开恩情班 对 其实里面的员工 有妈妈 有不是妈妈的 对 就会分成两派 对不对 当同事请假 她的所有的工作分量 就到了可能社会新鲜人 就没有小孩的同事身上 那久而久之 他们就彼此之间 就会有一些嫌隙 真的 对啊 因为觉得 为什么有小孩的 他就可以这样子突然请假 然后导致所有的工作量 都到了别人的身上 对吧 也因为这样子的嫌隙 就久了久之 新鲜人就 就卷破集体离职 集体离职 就集体住他们 藏命百岁 对啊 对啊 因为他们都觉得妈妈 他为什么就可以有这样的特权 那我自己当过的妈妈 我觉得我能够体谅人工 因为这真的是 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对吧 但是当妈妈之后 真的是能够更体谅 应该是要说 就是身为一个妈妈 其实你在很多事情上 你都必须要做出妥协 对 那很多时候 你也必须要牺牲 这是真的 对 那像是刚刚讲到就是 其实我小孩子在 尤其在幼稚园的阶段 我们最怕的就是 当然怕他生病之外 其实最怕的是 他没生病 但他同学都生病 所以他不能去上学 比如说肠病毒之类 一停课停一个礼拜 你知道那个 对于妈妈来说 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没有地方可以送怎么办 只能带到公司上班 有没有带小孩去公司上班 够的经验 有没有 我是带到摄影头 对 我也是 我们也是就带去录影 带去播新闻 在旁边 在旁边 妈妈一播两个半小时 她就在旁边不要动 所以应该也都有 这样的经验 我以前的一些大公司 当然不行 因为就是不让你带小孩去 但是后来我就是有在家 然后接通告的话 我也是真的临时 找不到一些娘家的人 或者亲戚来帮忙的话 就是只能把我最小的 因为还好我现在有四个已经上学 那最小的就一定要跟着我 带在身边 对啊 如果没有人照顾我们 就是一定要带着跟着录影 那有时候就很担心 她会突然就是冲破那录影 怎么冲进来 就还好 因为小朋友在那边哭喊的时候 对啊 录影 等一下背着说一大根码怎么办啊 所以就是很担心 就还好就是我录影的地方 都是很多妈妈一起 那他们就在门外帮我hold着 所以我就觉得 还好这工作环境很好 对 所以其实说起来就是 能够带小孩一起去工作 已经算不错了 对不对 对 但是有没有曾经录影到很晚 小孩就跟着在那边很晚 到很晚的经验 我 我以前很长 你有曾经过对不对 我也是很长 但是还好因为就是我们艺人朋友 跟工作人员其实都还都会很好 比如说我们录影录到一半 我曾经我女儿哭的 不要那个姐姐啊 进来哭的我还在骂老公 妈妈 我要你 然后也就继续录了 因为主持人说没关系 看到这一幕更火 骂得更凶 你看 我老公又什么都不顾 我是你的小孩来录影 没有 我跟你讲就是你知道 老公是拍八点档的真的很可怜 那老婆真的就是顾小孩没有办法 因为老公已经没有时间睡觉了 对 你小孩真的必须还是要自己顾 然后我就是顾有时候可能会 有别的来宾的妈妈 或者是就来录影的观众 她就说哎呦 你怎么那么晚了 已经11点 你还让你小孩来这边 你自己有多缺钱 哎呦 怎么这样讲 对 她说哇 你赚钱赚到 都不顾自己小孩睡觉 你知道小孩子那么晚睡 会长不高啊 或什么干嘛 天啊 我听了都觉得厌世了 真的 就再住她少100岁 没有 我就会自己很难过 如果可以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很想要在家里面的小孩 顾小孩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有时候真的也要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体谅 就希望大家都能体谅 然后同事们也可以帮忙体谅一下 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老板体谅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能够接受 那有时候我们说男性的上司 可能会比较难接受 说为什么你一天到晚要请这个假 请这个假 你小孩状况什么那么多 吴宝宝听说你有曾经有一个同事 还是你听说过你一个朋友 小孩在学校受重伤 那个真的很夸张 因为她的主管的确也是男生 是 其实是怎么了 主管都忘记自己有老婆小孩一样 就是她那个 我那个朋友是她小孩 她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就是跟人家追逐 然后下巴就会撞到 她整个皮肉就是绽开的 然后流很多血 是有见骨的 那学校就是这么严重 因为已经送去急诊 一定是打电话给那个妈妈 说你要不要赶快来 就是来急诊这边处理一下 那她妈妈听到当然已经很急 就马上冲去找主管 可是主管刚好在开会 第一次就直接先挂内线 就是直接挂掉 第二次妈妈直接到开会的会议厅 去找老板 结果老板呢 直接把她拖出去外面骂 她说你知道等一下 这个会议完之后 我有很重要的排程 要交给你去做 那你不能请假 你只能现在打电话 叫你其他的亲朋好友 去医院把你小孩领回来就好 那只是皮肉伤没什么大不了 小孩子越跌就越长大 那天哪 我自己听她 我就把她问 把她吓不扎 她把她吓不扎 用的皮肉伤啊 那她后来怎么处理啊 就不能啊 不能 还是真的就没 她真的就是打电话 请那个家人拒绝 要是我一定会哭到 我曾经有一次 会哭啊 一定会哭死的 我要录影的途中 我跟我老婆一起录影 然后我婆婆打来说 我女儿她们把她带去南部玩 腿断掉了 啊 为什么 就是在追逐的玩的时候 就是有小朋友 就不小心骑脚踏车撞倒她 然后就碾过去 我女儿那时候才大半 你知道我是怎么录影的吗 嗯 我就再哭 再去录影 我妆全部都花了 然后鼓完去录影的时候 我真的全程放空 然后就是因为刚好那个 是四端歌的 刚好那时候录四端歌的节目 然后四端歌也知道 我小孩就是骨折 而且那时候要很紧急的是 要开刀 还是要送回台北 哇 然后我那时候是一直在打电话 问很多人 是哭的说 你有没有认识医生 然后在录影的时候 就是主持人也不好意思 在问我问题 我是真的是边这样 嗯 然后边回答一些就是 那个夫妻的问题 然后录完我整个大崩溃 打电话然后哭说 赶快把他送回台北 因为医生那时候有讲说 如果开刀 我说有什么后遗症 他说可能会有长短脚 嗯 我听到我整个就疯掉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送回台北 然后我请就是 因为我朋友刚好在医院 当那个护士 然后送回台北 一个我们录完 他刚好送回来 嗯 就刚好到国泰 他在彰化 然后那个他就 那谷科的主任还放假 然后就回 他就特别回来看 他就说小孩子还在长 所以不用开刀 就打石膏 然后就是照X光片 把他瞧好 还好送回台北 真的是还好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 我不晓得爸爸们 因为爸爸们很少 会接到学校的电话 对都是爸爸的妈 都不晓得那个妈妈 其实不用听到声音 只要看到手机来电 显示是学校 超紧张 就已经觉得整个人 都快要抓狂了 对 就很怕出什么事情这样子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 真的印象超深 就是我也是在上班的时候 然后接到 看到学校老师的电话 结果我就在想说 我急死了 因为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结果一接起来 原来是母亲节 老师要小孩 那个打电话给妈妈说 母亲节快乐 我当下我都不知道 是要骂他 还是要谢谢他 你知道吗 好 谢谢 以后没事 不要在上班的时候打来 妈妈会心脏病发 有几次录影的时候 就是我们手机 有时候都会放在屁股下面 一直在震动 震动到我屁股很麻 然后没搭到我的时候 我就赶快看一下 我想说天哪 惨了 学校怎么会是学校的电话 对 就会很紧张对不对 然后结果想 空档 他们在换档的时候 我就马上回播 他就说 我想还发高烧了 这种真的很常见 然后我打给老公 老公没接 他就在家睡死了 对 这种 然后我录完 就整个就开车 真的飞奔去接 然后你知道 女生开车技术 有时候真的又不是挺好的 这有几次 真的就是快要发生车祸 火都来了 可是你就会很生气 然后又气 到底我在忙什么 真的 就是反正大家以后在路上 如果有看到妹的车 就离远一点 否则的话 我要祝大家长命百岁 好 就是你看这么多事情 那真的很忙 那我们常说一心难以二用 可是妈妈就是要一心多用 真的没有办法 可是如果说有一些状况的话 是不是出现之后 都是妈妈的错 例如第一个 小孩如果生病 就会有长辈觉得 就是因为你太忙着工作 你都没有在顾他们 所以才会让他们生病 有请你家五个 有没有曾经有过就是被长辈 这样讲的经验 有啦 因为尤其我家二宝 他是过敏儿 他非常容易就是感冒 生病或是犯气喘 那当一开始的时候 我工作的话 都会先找公婆帮忙 那我婆婆因为年纪也有点大 那他们就觉得说 要照顾生病的小孩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负担 所以之前我在公司 大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的婆婆是有跟我的老公私下说 你可不可以叫他不要去上班的 叫他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小孩 小孩很容易生病 要从小帮他养好身体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尴尬 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 就想说我这么年轻 我到底怎么办 我应该要先充失业 先赚钱养家 那还是要回去照顾小孩 就很为难就对 像妹也是啊 因为小孩生病 老公就很少接点工作 对 因为没有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生病就是都要怪妈妈呢 对 为什么不是怪爸爸 为什么不是跟老公讲 就是很奇怪 就是小孩子有气息的时候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爱吃冰的嘛 对 然后你皮肤 小孩子皮肤不好 就是因为你爱吃辣啊 对啦 这小孩都没有半点跟你有关啦 讲得到不太好吧 没有 就讲了一个就是 所以讲了之后就不过 就讲成说 这小孩子鼻子那么挺像爸爸啦 你有这样东西像爸爸 然后为什么每次就是 什么的都是像爸爸 什么好的都是跟我们有关 好的都是你的功劳 然后我老公都会说 你小孩子都是在生病 你都不好好照顾他 你可不可以 就是不要接这么多的工作 那我也是觉得说 我接工作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 就为了这个家 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 然后我们可以多赚一点钱 我们可以不用辛苦到这么老 就是经济压力 不会都只在那个老公身上 对 然后你生病 小孩也是你的啊 为什么都会觉得是我 对 那牛妈这部分就也比较好 感觉你老公 可能应该搬个奖牌给他 就对了 没有 他对于小孩 他的天使脸啊 他没有一点厌世耶 可是我老公对生病这一块 他很在乎 所以他每次小孩生病的时候啊 都会开始检视说 老婆你昨天做了什么事 他会喔 对 他说你给他穿几件 或是你带他到哪一个地方 我跳这种 我一秒怒耶 一秒踩中我的地雷 对啊 他对生病这一块就很在乎 真的 所以他会觉得是 你可能昨天 他会觉得就是但言 就是言语之中 他会有责怪你的意思 真的假的 那你有这样跟他吵架过吗 我有跟他沟通过 对啊 然后他现在就比较好一点 但是他还是会问就是说 小孩要吃药了 几天几分要吃药 四个小时 然后他就会传信来 要吃药不要忘记 对 那其实就会有一点压力 说实话 因为他居然是叫他去喂 军事化官 还不是老公自己喂 对 对 那我跟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应该都拿枪抵着你吧 你怎么可以那么容易 都屈服了 他老公比较有规划啦 是一个比较有规划的人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也是这样 那除了小孩生病的时候 这个还有一些 比如说小孩太晚回家 都会怪妈妈没有准时去接 是不是会这样 露营比较晚回去的时候 我的娘家父母都会白眼看 白眼家 板脸加白眼 然后加碎碎念说 你为什么工作到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能早一点回家吗 可是他都只对我讲 明明我跟我老公一起去接 然后永远都是妈妈 都会先对妈妈攻击 都觉得说男生出去工作晚是应该 他们很辛苦 可是妈妈也很辛苦啊 也是晚回家 工作到晚回家 回去以后还要帮忙做家事 但是一定 不管是娘家或是公婆那边 一定都是先问你为什么工作到这么晚 你有这么忙吗 你可以休息啊不要坐啊 妞妈也会有这种问题被问到 但是是小孩只问你 小孩只问我的 因为我的全部 我三个小孩都是我自己接 所以功课也是自己雇 所以没有像安清班 所以每次我们 其实我的工作的 我大部分都是早上要开会 所以有时候会开会到 就是快中午的时候 然后到最后 他们是全校最后离开学校的 然后刚开始 其实他们都会有点生气的脸 就会跟我说 妈妈你为什么都那么晚来接 你看学校都没有人了 后来我就会慢慢跟他们沟通 就是妈妈的工作 然后我们必须要开会 而且我们一定要到一个 到一个结论为止 才可以来接你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小孩 应该读同一个安清班 这样就好了 因为大家都很晚 对 就不会觉得 为什么我是最晚 大家都可以一起做半小孩 大家一起喝两碗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功课不好这件事情 好像也会都是妈妈被问 小孩为什么诚意这么差 妈都没有在订 奇怪 爸都不用教吗 妹就会这样 对不对 我刚好两个小孩 就是有一个刚好功课 她蛮不好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就是一样 她原本上这个安清班 然后我都是工作 我也没办法教她 因为说真的我教过两次 我要嘛再教下去 要就来了 不是她死就我误了 因为教小孩 妈妈真的不能教小孩 像就是练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小孩子会赖皮 小孩子会对家长赖皮 古时候大家说 一子而交是有道理的 记得小孩真的不能自己教 真的 因为她就是会赖皮 就是每次安清班老师 都会讲说 你小孩很乖啊 我说你最熬死 我是说你贴定我 我熬死 你这样讲我小孩 是卡到阴是不是 回到家 怎么会在你那边 是这么乖 功课都写得很快 然后她没去安清班的时候 我盯她功课 她就是要写不写了 要写很久耶 写整天 然后因为后来 我不想要就是 影响到我跟小孩子的那个 亲子关系 所以原本送她去安清班 就她去了之后 她功课很不好 就是考试考不及格 然后我老公就会 安清班老师都会也会说 你回去这个不一定功课 都是我们老师的学校 他会说希望是要打赔 对 他说你不能 一定要家长还要帮忙 可是有时候我真的很忙 几乎不是有时候 是真的很忙 然后老公就说 你女儿功课那种不好 你都不会教她一下 你是不会有耐心教她吗 我就说我三十几年前学到的 跟他们现在三十几年后 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然后因为这样 我就有被我老公讲说 我很不关心我小孩 你 我怎么没有问老公说 那你小时候功课有很好吗 他说他小时候都当班长 当班 好吧 那就这样 对 然后我就说功课不好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小时候功课也没有很好 他说就是隐传到你 就来了 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恶 然后他就说 所以我说 可是我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 然后因为这样 其实我蛮难过 我就因为 然后后来是我换了好 就是找了好几个安清班 然后跟学校老师用LINE去讨论 学校附近哪个安清班 是不错的 支持不错的 又有耐心的 真的是换完 然后我又再跟那 安清班的老师用LINE沟通 我都会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我女儿的功课进度 可能有点落后 麻烦老师你用心一点 那有什么问题你再跟我讲 我假日会再帮他 我听了我真的觉得 他很用心 我好惭愧 你知道我女儿是一直到四年级 才去补了一个数学 就是一个礼拜去两次晚上补数学 那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教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太难了 而且那个难是 就是我教的东西跟老师教的是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虽然答案是一样的 可是方法不一样 他就算错了 对 我自己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然后我真的受不了 然后我就花钱去 我就说我把他送去外面补习班补习 结果发现那个安清班的那个补习班的屏幕 比学校难一百倍 所以他更不会回来就问我 然后你知道吗 我就是从一而终 一个态度就是你不要问我 我花钱让你出去学 是让你去问老师的 我说你如果出去外面还回来问我的话 那我干嘛花钱送你去 我说你就在那边问老师 每次都问老师 所以每一次都只有他一个人 课后留下留到很晚 因为他必须要去问老师题目 他说其他同学都妈妈会帮忙教 妈妈会帮忙看 我说我们家没有 你要自己想办法 我就用这种办法这样讲 我都会先问老师 不然我太累了吧 没有啦 有时候你要问老师 可能就是他的程度的关系 你可以讲说一百次 因为问老师老师说程度 我已经问了大概一百次 我只会问老师一件事就是 他需不需要换班 老师都说不需要 他只是不想动脑 我说那OK 那没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说 真的不要怪妈妈 有的时候你要给小孩 也要给小孩一点压力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那其实像这部分 妞妈你自己以前开英勤班 在这部分你应该就比较 没问题 对 在功课上 但是说实话 以我老大 老大二生三年级的时候 也遇到同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自己忽略了 对 因为二年级生三年级的时候 其实是科业一个不一样的挑战 因为科目变多了 然后功课量变大了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又刚好工作非常的忙 然后我就没有顾虑到这一块 一样放手让他自己去顾他的功课 因为其实他一二年级功课还OK 我就觉得他到三年级一定也很OK 对 但是没想到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忙 然后第一次考试考得非常的差 然后先生就吵出来了 他说老婆 为什么他的 他这次应该拿了AK对着你吧 他其实是好好的讲 就是老婆 你为什么 哥哥这次考试考那么差 可是你心里就会有点压力 你就说 对啊 我之前其实都做的 为什么老哥今天很自己啊 他如果不问才觉得还OK 但是只要他一问就觉得 对啊 自己好像蛮自责的 其实没有可能陪伴的时间少一点 然后督促的时间也少一点 然后导致他有这样的问题 对啊 然后我们就好好的沟通 然后继续就是陪伴孩子处理功课这一块 还好就是后来就越来越好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妈妈爸爸们 或者是长辈们对于功课这一块 真的不要看那么介意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嘛 对不对 就是开心就好 当然他该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就好 可是不要去要求太多 不要一次考不好就觉得 天哪 世界末日来了 妈妈你一定没进责 但是倒是下面这一个主题 我倒觉得其实很多妈妈自己都心里会难过的 就是我们忙到确实比较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然后造成可能亲子之间的感情会比较疏离 五宝妈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 有啊 因为像之前的公司 他们会有一些年度结算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很赶 可能两个礼拜之内都会很赶 所以我那时候几乎一直都在加班 然后没有跟小孩做互动 那后来好不容易忙完 那我就会想说那你补一下吧 想要带他们出门吃个饭逛节 结果我家大二宝完全不想跟我出去 他们说他只想要跟阿嬷待在家里 那这时候阿嬷悠悠地说了一句 那个小孩啊 跟自己的爸妈不亲 那生他们有什么意义 可是明明他只是温温地讲 但是我的心里觉得 对不对 根本就是千疮百孔 就是他刚 你就在想说他长命百岁 他真的长命百岁啊 我们刚刚其实整个脉络是从 早上起床开始讲 我们就讲一个职业妈妈的一天好了 早上起来就是忙得不得了 然后遭遇到最高点 然后开始去上班 上班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状况 对不对 压力非常的大 可是下班之后回到家 这个时候一般爸爸都已经是 呈现一种贪死的状态 在沙发上 成为家里面的一件大型家具 跟家具融为一体这样 可是妈妈们还是要继续做 而且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小孩子 妈妈两个字好像是小孩子的口口才 没有 你不觉得爸爸 永远就是妈妈 对 爸爸一进家门都进入冬眠状态 对不对 很奇怪 都会进入冬眠状态 都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孩子什么事情都找妈妈 对不对 那妈妈真的是为了 职业妈妈们 其实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牺牲很多自己下班之后的时间 对 像吴宝妈 据说有了五个小孩之后 就几乎没有再跟朋友聚餐过 对不对 聚餐 我觉得现在还好 所以有时候录影的时候 会跟一些那个录影的妈妈们 一起出去吃个饭 可是那也还好 一个月也没录影几次 那重点是之前的公司 他们那种小 大家的公司就喜欢聚小团体 一起一起 然后如果你只要错过他们某几次的活动聚会 尤其是他们最喜欢揪那个夜唱啊 夜游或是出国玩 你只要少去几次 你的话题就断掉 那你在公司一整天 可能人家突然聊到什么的时候 你会没有办法互动跟聊天 然后这时候就很羡慕 为什么爸爸就很OK 因为爸爸他要下班之后 还可以留在公司里面 跟同事一起健身 好有话题哦 健身 就是我可能会 回来那个LINE里面还在那边说 我们明天要一起举多少多少 举多重多重 然后妈妈的LINE都没有 都是静悄悄的 然后就是一直在忙自己的 忙了小孩的事什么 真的很羡慕爸爸耶 其实我们出去聚餐也是有的 但聚餐都会变成同一种类型 对 永远在亲子餐 就是每一次约 要嘛就是可能我们要去 今天要去这个下午茶 然后我可能想说 不行我可能去可能40分钟 或半个小时我就要离开了 然后所以有很多次 我就干脆都不去了 然后他反正就说 你要不要带小孩 要不然你小孩也带出来好了 我小孩也带出来 那去哪 就只能亲子餐厅啊 因为亲子餐厅他们再怎么吵 我们至少不会一直跟人家说对不起 对 没错 对 所以都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自从结婚有小孩之后 也不知道多久没有进过电影院 然后终于可以进电影院之后 都是开始看卡通跟动画 对 这都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就是 中国也是啊 真的 永远都是不知道哪里的游乐园 对 那个游乐园 上级游乐园的地方啊 你知道我去东京迪士尼 已经确定八遍了吗 对 对 因为你本来想说小孩长大 我们终于可以不要再去迪士尼 结果又蹦了一个小的出来 寄进去 我的妈 然后陆地玩要去海上 对 对 所以真的其实 其实妈妈很可怜 就是有了小孩之后 你整个人的生活啊 都是一种转变 但是爸爸即使有了小孩之后 他的生活的转变的幅度 就没有妈妈来这么大 不晓得是妈妈天性如此 还是大家家住在妈妈身上 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 妈妈就应该如此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妈妈也是个人 我们每天做这么多的事情 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压力 长期下来健康也容易出问题 对对对 没错 就像我那时候啊 生第一胎的时候 因为真的是没什么 新手妈妈没什么经验 然后那时候开安亲班 工作都到九点 九点回到家之后 就继续带小孩 那上班时间就很紧张啊 因为上班时间除了 要顾全部的小孩之外 还要挤木耐 对啊 然后回家小孩才能吃嘛 那挤就很紧张啊 每天都很紧张 然后就忘记要多喝水 多上厕所 然后就得了剩余盐 然后就住院住了五天 对啊 我觉得那算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也就是说 从那时候开始回来 知道我健康那么重要 除了顾小孩之外 还要顾自己 剩余 剩盐其实很严重耶 因为我也得过 因为得过 女生很容易得 我是因为以前长期在主播台上 因为剩余 什么是剩余剩盐 其实就是憋尿 不喝水 女生常常会有泌尿道的问题 可是剩余剩盐它是已经跳过 不是膀胱炎 也不是泌尿道发炎 它是直接那个细菌 就直攻到你的肾余的地方 所以等于是肾脏发炎一样 那个很严重耶 我记得我那一次是因为出差到伦敦 去那个采访那个恐怖攻击 伦敦地铁连环报 然后我在那边每天早上 因为那个地方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 对 不方便 每天早上七点 在饭店上了一次厕所 出去外面 第二次厕所就是晚上十一点 回到饭 我就一整天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借厕所 所以我就不敢喝水 然后在那边一个礼拜回来之后 就剩余剩盐 就那个 那个时候真的很恐怖耶 发高烧到四十度 对 就是连续发高烧 对 你会觉得 你可能脑子会烧坏的那种状况 然后发高到四十度 然后最后我出院的时候 那个 我还记得那个证明 医生开的证明上面写的是 剩余剩盐引发败血症 那你看到败血症三个证 就觉得天哪 我是快挂了了吗 对 所以剩余剩盐很多 就是工作比较急的 还有很多其实护理人员也容易 因为一忙起来 就会没有时间上证过 回家又要忙小孩 这个真的要很注意 两位妈妈一定也有过 我 我是因为就是压力太大了 对 然后又要顾小孩 然后所以我就脚上线抗镜 假抗 那也很麻烦 所以我脖子很明显的是粗的 对 然后假抗有时候是会 比如说眼睛也会对不对 眼睛会凸 对 然后我那个脚上线抗镜 就是因为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所以那时候医生就是我吃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容易易怒 然后忽然又暴瘦 我那时候受到四十几 对对对 因为第一个易怒 我自己不觉得 因为 里面记忆老神 谁都在易怒 然后是忽然 我瘦了十几公斤 对 我原本以前还蛮胖 受到小孩的时候很胖 后来我瘦到四十几 然后再来就是 我手抖得很厉害 手会抖的对不对 那时候也是吵 跟我老公吵到要离婚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是因为我老公说 你是不是生病 因为我觉得你怪怪的 你为什么忽然可以 在两个月之内受这么多 然后后来去验的时候 然后加上我心跳得很快 对 我就说我每天 感觉像跑白米 后来就是早上先抗镜 可是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 你要多关心旁边的 你的老公老婆 尤其是老婆 因为有时候他生病 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 然后等到生病的时候 我老公真的是看 后来知道我是脚上线抗镜 然后他听医生讲说 是压力太大 他从那一次开始 他才有帮忙开始做家事 带小孩 他才知道说 原来我这么辛苦 健康问题 出现问题 几乎我看过每一个职业妈妈 都一定会有 而且以上的这些 都非常的普遍 所以其实 但我们也没办法嘛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 那我就不干了 对不对 在家里面当全职妈妈 而且说真的 有些人的个性是 我就算回家去带小孩 我还是想做一点事 像妹 对不对 你就还是会想做一点事 那我们应该 必须要去想办法找到 就是我如何在家庭 跟职场之中 自己取得平衡点 怎么抒压 我都觉得 我不想问五宝妈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有五个小孩 受我真的没有办法抒压 你是怎么做到 你自己有没有 自己的抒压方法 那后来我就是 从前公司离职之后 我就回家带五个小孩 可是每一天都跟小孩在一起 就很痛苦 所以后来 还是出来接一些通告 就是打打工 那我跟我老公说 平常我在家里 带这些小孩OK 但是如果有通告的时候 务必让我坐最后一班的火车回家 就是不管通告是几点结束 可能只有一场的通告也好 那剩下的时间 我必须让我去外面吃个饭 然后或是让我去书局 看个书 让我好好的放松 这样我回家 再回家雇个四到五天 全天雇小孩 这样我也愿意 我就跟她说一定要这样子 否则你老婆已经非死即少 就是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留一点 没有这种事领残障手册 这个就是说你一定要留一点空间 给自己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必须要有空间的时候 就需要另一半的帮忙 对不对 所以另一半怎么 有没有就是像妹 那你后来怎么跟你老公 怎么样去跟他协调 就说在家里面的话 他有没有办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分担的角色 没有 因为后来我是用哭的跟他讲 就是哭的 然后真的觉得自己做不来 然后有跟他讲 我说赚钱 就是原本是男生该做 可是今天变成老婆也来做的时候 那家务是你数字也要一半 一人一半才会公平 那如果你现在没有拍戏的时候 帮忙我一点 所以其实我老公现在很帮我 就是会帮我接小孩 然后有时候看到我睡觉 他自己就不会叫我起来 他就会弄东西给小孩子吃 然后他就会让我就是出来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讲说 我可能会晚三个小时回家 然后我可能就跟朋友去喝一点小酒 然后不然就是我会自己就是在家的时候 因为看老公也看很久 我要看别的男生 看韩剧 要看一下韩剧 因为毕竟要欣赏新鲜的面孔 你知道才会 有真的 所以其实看韩剧也是一种抒压的方式 是啊 就是有那种恋爱的感觉 就是 算了 就是追剧 对 还不如追剧 麻烦就是我晚上还有一个 我很喜欢就是有时候 我老公如果在家的话 他如果我晚上有工作 我会很喜欢接半夜的工作 因为有时候录影会录到半夜 对对对 我就会很喜欢开车 因为开车有时候开那个 你每天三趟 六趟去学校你还开不够吗 没有那个塞车很讨厌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晚上很舒服 对 麻烦就是高速公路的时候 我都会稍微就是跑一下 然后舒服一下 大家还是要离妹的车远一点 没有很快啦 就只是没有车顺顺的开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 有啦 有在发泄对不对 对 对 有放松 就是有在放松 我觉得那样还蛮不错的 那妞妈你怎么放松自己 我就是跟我先生讲好 每一年就安排我跟她 单独两个人 然后出国旅游 好 我才没有 我才没有 都说让我自己去就好了 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嘛 可能一个放我妈妈那 两个女生放我那 你老公有没有去过泰国啊 我觉得这是有下骨吧 感觉就是 他对他老公很好 对 所以其实难怪 你们小孩一个接一个生 每年出去一趟旅游 就会再多一个 放一个 可是我说真的 我觉得很需要 就是妈妈们除了要留点空间 给自己之外 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留点时间 给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 不然我们的生活 全部被小孩 跟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站满了 夫妻真的久了之后感情会出问题 背对背睡觉 对啊 就会觉得我们就是个室友关系 我们下一期来谈一下 找一个时间来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 很需要 很需要如何经营自己 对不对 这很重要 这很多可以讲 我跟你讲 妈妈们聚在一起 就永远聊不完 对 对 所以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 那刚刚也看到很多网友 都有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心情 没关系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抒发大会 谢谢三位妈妈 跟我们分享 也谢谢大家 那下个礼拜同时时间 我们再会了 拜拜